網友都是這樣的 時間差不多了 需不需要我們再補充一下 李隆基關注組 水哥今天早上收到他的訊息 無良軍司 收到他的訊息 有些網友說報料 我們又提他又讚他 他多謝我們推介 不用我們推介 他這麼厲害 他推介我們就差不多了 他有知識 差不多了 大家想不想聽 因為今天都講了很多天 你想聽我就講 不想聽就是大家眼睡就算了 即時給大家投票 想的話就打個上字 不想睡覺了 那就睡覺了 現在有1332位網友 大家積極去投票 事實上都差不多吃飯了 Spring Keith問 水哥追蹤了我們沒有 沒有問 這些問題又很尷尬 他說多謝 那你是不是應該追蹤我 是不是 我這樣 痴痴地算 我跟別人推介你 那你是不是應該追蹤我 這樣 他坦白說也未必認識你 這些那麼厚面皮的事情 我又做不出 我又不是空姐 是不是 個個都說想 你們逼我而已 不是說想這樣 我從來都說 我就無意轉型 又做一些娛樂網紅 關注組成員 無意這樣做 但是呢 如果網友叫到 那就要聽一下民意 我就很累 坦白說 你跟他們就跟到很累 但是 昨天有一件事 沒有說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發展 雖然好像去到水尾 但是一日千里 這個就是 講關於 老蕭昨天補回另一條片 我又聽回 最後 因為其實整件事發展得很快 你不能說得那麼實 其實是 他就說 老蕭是不是向 誰道歉 小文道歉 因為首先他說 妙軒人那件事 他就可以作證 他真是無形人妙軒人的女兒 即是 黃青霞 黃青霞 他無形自己是妙軒人的女兒 這個消息 本身就是 誰 小文 小文說出來 小文就是 獅子頭爆出來 獅子頭告訴他 獅子頭是誰 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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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能獅子頭 aning 岡經濟 他算是可以作證 還可以把wood 那兆經濟 在那一對 那時候 岡經濟 岡經濟 這對 這對 岡經濟 另外一件事,主要是郭善妮 郭善妮很慘,早幾天他父親過世 他在加拿大過世 他原本在香港,特地飛去加拿大見他最後一面 早前空姐在節目中說他這件事 人家有家人過世,你要很小心說話 真的要很小心說話 你一不小心,如果是所謂的死者為大 我們之前都很冒險,你知道嗎? 我們是其次鮮明地說,林超榮 什麼死者為大 林超榮的事件,我們是第一個走出來 沒有死者為大 你不要跟我說死者為大 如果你真的說死者為大 首先我們要反省一下他之前做了什麼 死者為大,我們要歌頌希德拉 但是,林超榮是公眾人物 吃得閒語,繼弟得學 但是,藝人的家人就不是公眾人物 對不對? 這件事件呢,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Case Study 就說,Smart Travel 即Sipan 你說Sipan 我不喜歡叫Sipan Sipan,你知不知道 大陸人喜歡叫Sipan 你的Sipan反而有點侮辱 我又不想這樣,我寧願叫Sipan好過 Sipan順義一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喜歡叫Sipan 好像叫他Sipan,但不太好 好了,空姐衰什麼呢? 就說,郭倩尼的老爸 生前又說難倒,又說不離家 就非常之樂 大哥,郭倩尼剛剛才老爸 過世了 你竟然說這些話 每個人都生氣 那他怎麼說呢? 這個聲明就是昨天出來 22小時的 他編輯了兩次 其實昨天才出 這件事是很快 又拿別人做節目 他說嚴正聲明 聽到今天起床的時候 被這個頻道氣死 還要打了三個emoji 就證明他真的很生氣 本人的父親 從來都沒有欠下倒陣 和沉謀倒海 這是你作的 而且從來都沒有跟媽媽離婚 真是不知道怎麼來的 如果從來都沒有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無中生有呢? 其實你聽誰亂說的呢? 其實是 第三 就是本人小時候一直都被 他 被我們家人一家所需 這是不是說老屈 郭倩尼沒有給家用嗎? 小時候一直都給予我們一家所需 他是說他父親嗎? 沒有說本人 即是說他父親 趁時給家用 然後我媽媽一直都是家庭主婦 照顧家庭 嫁給爸爸之後 至今一直都沒有工作 一直以來 都有很多不同的報道 作文作得太誇張 不一一澄清 即是他就是拼人家 老屈了人家 說人家是非 之後人家不說話 或者人家沒有發言權那些 然後就在老屈人家 為了自己的流量 那就說他 你一直都標榜著Fat Check的Sapan 大家喜歡我說Sapan還是Sapan 我喜歡說Sapan 就像林基頻道那樣 搬自過自 搬自過自 你也有一個sauce 我就不知道他這個sauce 怎麼來 是不是有沒有可能說 sauce 哪裡來的呢 又奏成一條片 令我很失望 我尊重你曾經是空姐老總 空姐老總 那麼厲害 誰是空姐老總 好像我聽到國泰 又說自己政治中立 又說Fat Check 又說很負責任 又說自己中立 又說持平 是嗎 原來是 無中生又亂交 在那裡斷交股 用了Content Farm 我不知道 Content Farm 我看見他 真的有Content Farm 我記得好像 那些微博裡面 那些什麼西瓜新聞 是嗎 真的說過什麼 郭倩尼有個混蛋老爸 這樣嗎 即是你相信這些事情 我沒得說 就是 這個又很不負責任 你只要他得罪了阿偉之後 即是這個Sapen 得罪了阿偉之後 彈給龍無良軍師 彈給阿水哥 就說要人家好像他那樣 做到找這些律師去Fat Check 做公證 這樣才叫專業 你老美 這個又是 你現在說這個 郭倩尼差不多了 你是老惑人 這個就已經揭穿了假面具 第二件事 這就是 你找律師出聲明 現在沒有一件事 沒有一件事 現在是 我再去reflash 他最新的影片是怎樣 沒有交代 整件事不知去了哪裏 做Live的 段片 段片好像已經刪除了 刪除了 有的 有的 最新就是這條片 就是積極跟進 最新跟進 律師聲明 李龍基 就跟范律師拍了一張照片之後 就好像說 現在被律師跟進 我現在就懷疑 現在整件事 范律師又不走出來 這個 就是堪稱為 林族的御潤律師 是不是 御潤律師呢 御潤律師呢 真的只有他用 不是的 范律師呢 他的全名叫什麼 范律師 范律師 范律師呢 都很厲害的 尖指 很多A的 不知道是A的 他現在 他現在 拍了一張照片 不知道是否純粹 名人來找你 給面子 拍張照片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否 不是的 都不是的 都不是說找他跟進 現在 現在 SIPAN 就借他自己說自己好 即是深入苦悦 啊 就令到他們 這個叫什麼 這個 令到他們就沒有了戒心 就哄他們找律師 去證明自己有過數 是吧 那現在李隆基 就透過他介紹 找了梵德偉律師 是拍了一張照片 喏 有沒有梵德偉律師的聽眾 就幫我通傳聲 其實不用通我通傳 全世界都知道 我現在就懷疑 有人利用李隆基 而利用你 阿梵律師 就走去 就去識民憤 民憤是什麼意思啊 你現在說 我不是做李隆基的師爺 我不是說幫他去洗白 現在阿西班呢 他最大的公關災難 就是被人說 幫李隆基洗白 他又不是的 我是深入苦悦 我做無間道 令到他又沒有戒心 是吧 即是這個 什麼叫做什麼 這個 肉禽先中 是吧 可以這樣說 喏 他這樣的說法 就說 我介紹了律師給他 我現在 我為了公眾利益 我要他證明給我們看 李隆基 的未婚妻 Kris 黃青霞 真的還了三千 真的還了三萬磅 三萬元美金給他的 然後說給他 lock in 給他 不知什麼lock in password 給他 就等他來做一個公正的工作 給你看他的匯款幾多 是的 那現在呢 就 因為 其實昨天 昨天 昨天就是 翁靜靜 就拍了一條片出來 我找不到一條片 我不知道怎麼找 因為我如果 在YouTube裡面 找翁靜靜 就是危險人物 但我找不到那條片 我不知道阿龍 你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網友看過 那我也是聽回 阿水哥的複術 即是 無良軍師的複術 就是無良軍師的複術 就是說 翁靜靜的說法 你真的要找人公正 去說你有過數紀錄 就不是說 找香港的律師去做公正 因為 借錢借錢的行為 是發生在美國銀行那裡 你不是說 就可以找一個 香港的律師離案去做 第一 就不是普通律師 不是說 范德偉不厲害 但是 我是這樣聽到 誰說 Smart Travel 空姐 不斷說 范德偉多厲害 多厲害 你厲害又好 怎樣呢 喂 你這個鄧炳強這麼傻 你23號 去踢球 就說Michael Jordan 的粉絲 人家是兩樣東西 大哥 我不是說 范德偉不厲害 但是人家不是做公正的工作 但是有人利用了范德偉 來為自己脫身 這個就是我懷疑 現在空姐就是這樣做 明白嗎 網友都說了某些坊間猜測 說聖王那個現在被入境處查 所以要找律師幫忙 是嗎 是嗎 未必是和錢銀有關 因為有些網友呢 是 因為有些網友就篤灰 所以 就說呢 現在黃青霞可能是用假箱 來去申請做專裁 入境香港做專裁計劃 在香港至少 就騙到一份工 就在尖沙咀某補習社裏做補習 是不是 甚至乎派了卡片給人 那這個是不是偽造文件呢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 和黃青霞這件事有關 找了律師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說 他在IG裡面 鋪出來的那一堆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假 你要我們查你的學歷背景 真的不是很難的 是啊 美國的大學 長春藤裡面 他簡直有個網站 你付錢就查到的了 這些東西 是 現在呢 我是 李龍基很慶幸認識到 誰 很慶幸認識到空姐 因為空姐 現在他拿屎上身 一次過 他解決了他自己的公關危 因為他有矛頭 現在集中了在 阿空姐 阿空姐在那裡 阿空姐很直白地跟大家說 我沒有收他的錢 沒有收過李龍基的錢 我相信你沒有收他的錢 我當你沒有收他的錢 但是呢 如果沒有收他的錢 就餓了 因為你自己的公關危機 就令到李龍基可以脫身 因為現在個個都在說他 他現在變了名人 現在知道嗎 是啊 不奇怪 就說退訂 是嗎 B3說黃青霞不是Ivy League 對呀 Stanford不是Ivy League 但也有辦法查到的 不難的 嗯 就是這樣說 我記得也是 他現在真是 現在他真是 怎麼會拿屎上身 真的呀 你想想 他因為平這件事 之後又說國善來 哇 真是好像 突然間 這麼多東西 這樣拿上身 你看到他近來 其實24小時 24小時 已經沒有說過黃青霞那件事 放下了 然後在他Stream的影片 就全部做帶貨 你看到他 是嗎 這些又說東張西望 什麼東張沙 然後又去什麼鴨記 還是哪裡 去什麼深水埗特賣場買東西 就好像很主動地跟別人做帶貨 每個人都不會拒絕他 山洞瘋 是啊 又淘多多 什麼深水埗 文青街 又去深水埗 是拍了很多段片 然後呢 就去洗版 這樣 似乎現在他就是在幫 就是周 他在用台 在賣人情 幫別人帶貨 但是呢 就沒有什麼人理他 因為你看到那些view 就很少 就是一萬都沒有 網友都說 就是如果你看回他直播還是live 近日一不說你錄機 那些東西又掉了 掉了 是嗎 其實我見到他 其實是 有一條片呢 約略呢 說飯箭出街被人罵 沉搞他媽的美食 是不是 就是我就是見到他這條片 這個標題 我懷疑他就很大壓力 最近被人吵得很厲害 就是這些呢 想去搏街的人 就是 就是 按了進去 就讓他得請 變成這裡有一萬view 香港人 就真的看人家最開心 那現在呢 就說到 心煩做什麼好呢 出街去吃美食 飯箭出街被人罵 那就是他講到自己很不受歡迎 好像在那裡贖罪 好像在那裡贖罪 在深水埗贖罪 這陣子在那裡 那就是 講到自己很心煩 很大壓力 透過吃東西來解壓 去深水埗贖罪 是否應該去椰濱 看看作用到你家車 是呀 被人告要撲水 是嗎 這個我是聽一下五仔說的 五仔就說 他說聽到消息 郭倩妮想告他 如果你說要總結一下 空姐得罪不少人 首先就是那些同行 所謂的 做娛樂網紅那些 五仔一早已經得罪了 就說賺80萬一個月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 十倍也沒有 真是神經病 然後又說 李隆基呢 其實他是得罪了 因為他自己就 找人做完一個 這樣的訪問之後 然後被人罵到擦天之後 就說以後不會 甚至乎 就說都被他騙了 就說上了 這個叫過橋秋版 他是對著 一個阿偉 一個李隆基 都是過橋秋版的 當然他的求生意志 就很頑強 這件事我佩服他 他求生意志 可以跟當年陳水扁 可以比美 陳水扁也是這樣 很誇張 這個人是 但是他是說多錯多 真是 口口聲聲就說自己 Fat Check 但其實那些東西就被人 Fat Check Fat Check 沒有下次了 其實 是吧 那好了 你要數了 李隆基 阿偉 阿偉哥 郭善妮 妙軒仁 跟著有 阿小文 五仔 阿靚 Mac 也說 Smart Travel 有講過柳俊剛私生活 講到真 是呀 又來的 又是柳俊剛家人 還有多少仇人 有沒有 有沒有 可以再說些名字出來 其實也有很多仇人 我是 空姐 我真的 我都要躲起來 大佬 我都是躲起來 反思 但是他又很厚面皮 自己在這裡洗完板 去深水埗 夜繽紛 現在真的以為當沒事 沒有的 在他的角度 你最好進來罵 最重要是把我的廣告 他最後一條片 吹到范德偉多厲害 然後就說自己可以 可以碎到李隆基 找范德偉 好像完成了一件事 這樣 這個 就是要跟網友交代 甚至乎借這件事 來踩一下水 你去找 你就去找 你好像我這樣 找律師 是嗎 這樣 是不是 不知道阿水 就拍一條片 跟他不太熟 你對於這些人 要是這樣的 180度改變 唉 真的 現在 01 都沒有去 再繼續 幫利隆基 世伯 好像沒有什麼 少了很多 沒有必要這樣做 是的 究竟是不是 阿翁正正說 這樣是不恰當的 這樣就不叫公正 公正 你起碼去美國 找專人去做 你不是找范德偉去做 那我相信是庸正正 可能李隆基 現在聽了麥寧寧教導 是嗎 靠口韻食 低調一點 好 麥寧寧說話 很準 為什麼 他說話 永遠都是媽媽是女人 等於他說 曾經預測過 英女王 很富有 是啊 一生富貴命 但是麥寧寧最出名的 那樣東西被人看 是倒轉羅監去看 是嗎 真是 這麼好笑 很出名 水哥出了一條片 說史丹福校友查不到 霞伊這個人 找不到他這個人 他自己是老作 他讀短期課程就說 是啊 短期課程也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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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 例如在某些網站裏面 你給錢 你查他的名字 他就告訴你 他在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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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畢業的 他不會告訴你 短期課程也不會告訴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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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很介紹 關少良說 不是 就 Flet Learn 就說 是不是apply了 李家超的反駁隊 對啊 對啊 這麼強大的生命力 他可以做一下這些 是啊 是啊 薛家燕 家燕姐 他也有說兩句 就著李隆基這件事 因為背脊骨落 因為他收了一幅畫 你淘寶買回來的那幅畫 不知道是不是 他說 喂 妙軒人每個都認識 是不是 那是不是真的無認 那 家燕姐 他就說 他今天在01訪問 就說過 這個 這個 等等 家燕姐 01就說 訪問過 黃青霞 有沒有無認過妙軒人的女兒 他說沒有 他是不是有一個新說法 就是說 是我老母認識她 不是說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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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女兒 他說 其實妙軒人跟家燕姐很熟 你騙不到他 01就借著這條路 找家燕姐 其實我也認識黃小姐 因為我收了一幅畫 畫得很漂亮 好像一幅相 畫得很像一幅相 其實就像AI相 AI畫的 你說 那些 其實真的好像 像真畫 很多都是 很多字 送給我 應該是手畫 你是不是見證他手畫 這個說法 就是說 我沒有親眼看著他畫 應該是他親手畫 是不是 我不知道 還有一幅很大的畫 送給我 還是約我出來 但我飛來飛去 又沒有時間 至於 廟軒人 他說之前 他也找過廟軒人拍戲 他說 不知道 他是否是廟軒人的女兒 不過 其實我 有時候 說話的時候 一個知名度高的人 每一句說話都要神言 尤其是說謊 說謊都要神言 大佬 你遇不到荒 就很嚴重 會反誓 你以後 我經常說 共產黨 說謊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 一半真一半假 你很難分得到 那一刻才知道 尤其是網絡世界 很多人看 網民有時間去查你的 不是握你的東西 查了 01就不知道怎麼寫 是查你的東西 就是fact check 這樣 希望事件大事化 小小字化毛 加燕姐 吃得開那些 就不會踩一腳 畢竟 他跟基哥 就合作了很久 就是給他一個面子 我猜就是 因為基哥就很大壓力 是吧 他對著空姐 又這樣說 Sapan 對著Sapan 又這樣說 嗯 好了 小文又是女兒 但是他潘兆聰 那裡認有老婆 就不知道 差不多了 有沒有事沒有補充 差不多了 其實是國善理的事 只不過就是 現在問題就是 范德偉 那裡 范德偉 不出聲的話 你就被人利用了 但究竟范德偉 是否答應了他們 就做他的代表律師 做其他事情呢 就算不是查證 有沒有 其實你按幾個按鈕 如果你說這麼簡單 就鎖入他的 Banking System 然後看 那有沒有呢 現在 沒有 但是 至少 就現在 有人利用他的名字 就為整件事脫困 解決了公關危機 就是這樣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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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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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